現在眠向天軟實腹 我們垂直慢慢按下去 向下按,按到肚臍對落 看到Ruby可以放三隻手指 其實小時候兩隻手指都是正常的 但兩至三隻手指就叫輕微 三至四隻手指就叫中度 如果我們多過四隻手指 其實已經嚴重了 我們就要做手術才可以把牠亂 Ruby不痛的,不痛的 牠一定不痛 慢慢生完之後 基本上會自動收合 但當然不會100%收合 所以要做一點運動才能收合 我現在會教Ruby做兩個動作 修復她的伏直肌分 肥腸,麻煩你幫我移一張隻 好,沒問題 來吧 每隻腳拿起 保持我們的膝蓋90度 好,然後把兩手伸直 手指尖對著天花板 好,把我們的左腳慢慢伸直 右手向我們的耳朵方向放進去 腳不要碰地 好,然後慢慢收回來 好,吸一口氣,呼氣到右腳、左手 我們每組會做15至20下 大概做三組便可以了 好,另一個動作 我們兩隻腳拿起 都是保持90度,膝蓋哥 好,我們吸一口氣 我們呼氣時,把右腳尖碰在地上 好,然後用下腹的力量拿上來 腳指尖碰在地上 對,像我們點豉油一樣 很輕 我覺得這兩個動作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甚麼好處呢 它不太用力,很適合我這些… 對嗎 你看小女兒 我們問一下Ruby 其實很用力 Ruby,累嗎?哪裡痛 應該用肩膀的,對吧 這個位置 對,很累 如果沒有,我應該對它硬了 應該要保持緊 對,要收緊腹部、肩膀 同樣是不要咬腰 怎樣稱之為咬腰 我們稱之為咬腰 如果你咬腰後,腰就會痛 也是15至20下 我們會做三組 Ruby也有點累,對吧 對… 先放下腹部 累嗎 累嗎 可以吧 Ruby,你記得生寶寶之前 有這麼累嗎 當時的耐力會比較好 所以現在… 現在真的很吃力 這些位置也很累 Ruby要練多久才可以… 對,才回復到 回到之前 其實練多久就視乎他有多勤力 而且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所以很難說他可以練多久 有可能要兩年、三年嗎 以他這麼勤力,應該不用 對,早晚做一下吧 加油 可能兩、三個月就會看到有效果 這麼快 讓你選擇